荣耀6月6日,是虎爺的聖誕千秋 日前,所以香天聖功虎爺會 為了慶祝這一年一度的盛事 特別舉辦一系列的活動 白天繞盡祈福 夜間辦理工藝慈善晚會 議長何勝峰以及各界的嘉賓 也都歷臨參與 共同響應這場公藝活動 議員陳謙悅表示 感謝社會上的善心大使 參與這次晚會 幫助地方上的弱勢族群 在天聖宮的廟墊這裡 來基盤一個愛心慈善晚會 來邀請一些善心大使 來參與這個晚會 那由於有他們的支持 讓我們的公益協會 可以幫助我們地方 更加多的弱勢家庭和弱勢族群 發揮大愛的精神 來幫助更多的弱勢族群 為了讓公益慈善晚會 更加精彩熱鬧 主辦單位 也邀請許多表演團體 炒熱現場氣氛 其中也有包含 許多學校的社團 到場表演 也非常感謝我們的水里國中 水里國小 駿坑 國小 非常多的國小 來參與這場晚會 來做很精彩的表演 在我們第三天晚上來特別 來基盤公益慈善晚會 那這個晚會 也來結合到我們 建立的國公廟 連議會 還有我們學校的一些學生 來做一個表演 民國101年 在天聖宮虎爺會會長 高正穎的努力之下 創建水里虎爺公益救難協會 集結全國各地的善心人士 讓貧苦的民眾 適時得以救助 對社會可以說是貢獻良多 因此也受到議員陳書惠的肯定 我們宗教是一個信仰的所在 但是在我們的宗教廟裡 分有文武生命 我們學校呢 是受到一個武將的這個生命 回去以來呢 保護到我們的地方 所以在我們水里區 學校廟 也來參與一個學校廟 回去來關心到 地方俗世的團體 因為呢 他們也來成立一個公益社會 回去以來 對著我們水里區 跟周邊的鄉頂 才會俗世家庭 我們做一個關心 也來發行到 既然救助金 妙方運用人力資源 創建社會公益團體 集結重人的力量 有錢的出錢 有利的出力 共同關懷弱勢族群 做愛心 議長何勝峰 在支持時也表示 希望有更多民間團體 效仿這樣的精神 一起投入社會公益的行列 明星宏洪佳彦 所以採訪報導